2018环太平洋军演已于近日展开 有25个国家参加 中国因为破坏南中国海的稳定 不被邀请参加军演 然而外媒指出 美国海军发现有中国间谍船只 在夏威夷附近海域窥探演习情报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周五时表示 他们在窥探国际演习的情报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还说 他们预计这艘船不会进入美国领海 它的行动也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海军指出 星期三时中国侦探船抵达夏威夷水域 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域内活动 美国海军表示 已经采取防范措施来保护重要的信息 而中国也在2014年以及2016年时 曾经派监视船窥探环太平洋军演 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的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有25个国家参加 共计45艘战舰 参与人数多达两万五千人 中国本来接到了这次军演的邀请 但在5月时美国撤回了邀请 五角大厦发言人海军上笑洛根说 中国军队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破坏了当地的稳定 违反了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国际准则 洛根说 中国的行为不符合 环太平洋军演的目的和原则 而中国国防部在回应 美国收回邀请时表示 中国在南海自己的领土上 开展建设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 声明说邀不邀请 都不可能动摇中国坚定捍卫 自己主权和安全利益的决心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 整理报道